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自己下期慢慢的释怀了这一切 很快意外就来了 书中的暗恋对象李娜找到了杰克 听说杰克目前是心理专家 希望杰克能够帮忙 解开一名女孩的心事 杰克被李娜带到一所军事基地 李娜把这名患者的资料也都给了杰克 杰克虽然是心理专家 但和别的专家不一样 从来不看患者的答案 而是通过交流来慢慢了解 杰克对于这里既好奇又充满疑惑 但因为是给同学帮忙 也没有多想 开始了心理工作 杰克进到一间房子 16岁的小女孩被绑在了一个椅子上 于是两个人开始了交流 很快杰克就懵了 这名小女孩好像天才一样 什么都知道 什么都懂 杰克对于这一切也是非常的震惊 不过这还不是最奇葩的 最奇葩的是 小女孩压根看不起杰克 甚至污蔑杰克侮辱杰克 认为杰克这样的人只属于低等生物 杰克第一次见到智商 如此枝高的小女孩也是非常意外 最终在杰克的邀请下 两个人开始下气 小女孩告诉杰克 很不屑和杰克下气 因为自己曾经几分钟就战败了电脑 杰克非常谦虚的告诉小女孩 可以试试 最终两个人开始下气 不过让小女孩没想到的是 居然输给了杰克 小女孩非常愤怒 就直接打死了棋盘 杰克也被打晕 此时杰克才了解到了真相 原来小女孩有超能力 杀死了母亲 军方就控制了小女孩 希望小女孩说出真相 但小女孩一直强调是自己杀的 所以军方也没有办法 找到很多心理专家都无法打开真相 杰克算是最后一位 如果杰克也不能让小女孩说出真相 军方打算解剖小女孩 杰克听到这里也是震惊了 但杰克认为小女孩肯定另有隐形 因为和自己下气的过程中 小女孩本来是可以赢的 但每一次都是为了保护皇后这颗棋子 舍不得丢弃 所以才输了 所以杰克就认为 小女孩绝对不是那些冷血杀手 虽然继克极力辩解 但军方认为杰克的不合理 最终决定第二天解剖小女孩 原来结尾 丽娜最终违背上级命令 让杰克再试试 杰克和小女孩再一次见面 最终杰克也是成功的杰克的真相 原来小女孩非常的爱母亲 但意外导致母亲死亡 小女孩认为死亡可以陪伴母亲 所以就说故意杀死母亲的 最终杰克拿出了母亲的遗物 小女孩才释怀了 这部电影看起来很无聊 全程基本上都是对话 但心理推断很出彩 奇才不允许失败 不屑于辩解 任何人的内心都一块可以攻克之地 需要的是方法和耐心 喜欢的可以看看店里名字超能奇才 想看更多的好有点 干净工作的信号 银炸吧 我们下周固的同学 我跟他准备 但下周固的提供 我后找到 我会找到